大家好 今天是12月9日 星期四收市之後 恆生指數今天升至250點多些 繼美股中概都繼續反彈 因此關注的三個因素 當然有疫情Omicron的散播情況 第二就是聯儲局的加息收水步伐 第三就是中概股退市的機制 這些都有可能利好利淡的事 不過見到中概的陰霾稍微輕輕舒緩一點 有些彈性 港股氣氛兩日好一點 恆生指數有兩個位置要看的 一個就是7月8月低位24,800 亦是11月份初低位 穿了 下方就9月10月低位237又穿了 不過現在回到237收復到 所以向上繼續看248 看看可不可以站穩248才確認見底 現在仍然是一個跌浪反彈 熱炒板塊不用我講 電力股份 火電 綠電的全部都炒作 我記得之前給大家一些心水 電力股我喜歡龍圓 9月6今日升過一成 繼續看著 其他很多的電股其實都值得看 初步國策扶持的板塊 將車放低線繼續去追逐電力股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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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